全身都是快時尚品牌 或者我們講平價品牌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穿得好看 把質感穿出來呢 大家好 歡迎來到直安主我SALENT 今天又回到我們的穿搭投稿單元啦 如果是新觀眾的話 這個節目我們會透過Google表單 蒐集各位觀眾的穿搭 然後針對每個人的問題 來給做穿搭上的建議 我發現上次的影片 大家的反應真的是非常熱烈 影片發出去之後 投稿量直接爆增一倍 那也有很多觀眾 希望我在新影片裡面 多評論一些不同身形 更多樣一點的投稿 你們的聲音我都聽到了 今天投稿的觀眾呢 我覺得不管是在穿搭風格上 還是身形上 都是可以給大家更多參考價值的 好啦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 今天的第一份投稿 OK 首先第一位投稿叫做阿德 他的身高體重16079 然後想要穿出日系感 那進入穿搭之前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主題 記得左下角可以幫我們點個讚 都會給我們非常多繼續做影片的動力 感謝大家啦 那在上次的影片 就有很多觀眾敲碗 希望想看更多 肉肉男造型的穿搭 那這一位呢 就是稍微比較 肉肉男一點的觀眾朋友 身高不高 但是其實也能穿出質感 像他的第一套穿搭 我覺得全身的配色就非常的有趣 我覺得整體看起來 是給了一種非常舒服 非常乾淨的感覺 那像我們遇到這一種 不是標準身材的穿搭問題 比如說你可能體重過輕 或是有點過重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策略 第一個方法就是完全的放飛自我 你不一定要是符合大眾心目中的那種標準身材 如果你對你的身材是舒服自在的 那可以接受自己的缺點也是一個成熟的表現 那如果你是想要透過穿搭 來去修飾你的身型的話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透過適合的版型 還有輪廓來去修飾你身材上的缺點 像很多肉肉男他們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肚子嘛 所以在上衣的單品就可以選擇比較寬鬆一點的輪廓版型 另外阿德的身高160 然後這一套穿搭他就搭配了一雙厚底的皮鞋 可以起到視覺增高的效果 看得出來他在配件有下功夫 包含他的帽子耳機 還有一個編織項鍊跟包包來做點綴 下半身橘色棕色的褲子跟上半身的淺藍色 非常的和諧 當然有一個特色 再來第二套穿搭看得出來是一個孤僻套裝喔 我覺得這種寬鬆工裝機能風 也是很適合肉肉男的一種風格 雖然全身都是比較機能一點的單品 但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鞋子 選了一雙厚底的樂服鞋 比起我們常常看到的全套孤僻加復古跑鞋 這一套搭配的皮鞋 我覺得是更有個性一點 很讚 再來第三套穿搭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鏡子的關係有點變形 比例上看起來怪怪的 從我的角度上衣跟褲子都有點太大件了 建議衣裳可以再改短一點點 那阿德他在穿搭上的問題是 他不太敢嘗試其他色系的服裝 有時候搭在一起會覺得很奇怪 那既然阿德是喜歡比較偏日系感的造型 有三個顏色是我覺得算日系的基本元素 海軍藍、卡其色跟軍綠色 這三個顏色是我覺得在日系穿搭裡面非常經典的存在 從你投稿的三張照片 我覺得你的穿搭已經是非常成熟 有自己的風格了 如果想要更進階一點去嘗試不同的顏色 那這三個顏色非常推薦給你做一個嘗試 好的 再來下一個投稿呢是一位穿搭新手 他叫做阿中 身高163 體重60 那他自稱是接觸穿搭沒有很久的小白 覺得自己矮身材比例又不好 所以在穿搭上遇到很多阻礙 然後他上傳了兩套穿搭 看起來都是在試衣間排的 首先第一套穿搭很明顯是在GU啦 那這套穿搭我覺得整體的問題不大 但是鞋子對這套穿搭的影響 我覺得是還蠻明顯的 推薦你可以換成一雙NB之類的慢跑鞋 或是皮鞋得比鞋 看起來比較和諧一點 那這就帶到我們今天的一個重點 就是對很多穿搭新手啊 他們可能都是從全套的UNIQLO 全套的GU開始做嘗試的 那全身都是快時尚品牌 或者我們講平價品牌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穿的好看 把質感穿出來呢 如果鏡頭前的觀眾朋友跟我一樣 是喜歡比較日系的風格 那你有很大的機率 會先從UNIQLO或是GU開始嘗試 這兩個品牌呢 他有一個非常棒的東西 叫做Style Hint 我非常推薦你到他們的官網 選一個你喜歡的商品往下滑 這裡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店員 他是怎樣去搭配你選的那件單品 那我知道很多穿搭新手 一定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上網去找到那些 好看的穿搭照片 想要模仿的時候 偏偏他們身上的單品 你不知道從哪裡買 但是Style Hint他最大的好處 就是上面的全套穿搭 基本上都是UNIQLO或是GU 那些電源身上的單品 你是可以買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完全複製出來的 你就可以去觀察 這些電源他們全身單品的顏色 然後用了哪些配件包包 通常Style Hint都還附上電源的身高 還有尺寸 這些資訊都可以幫助你抓到 適合自己的比例 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靈感來源 連我自己到現在都會很常上Style Hint 去看上面的店員做參考 不得不說有些店員是真的很會穿 這一套應該是在NICO M 日系品牌的試衣間拍的 首先一樣是鞋子 我覺得並不是很適合 再來就是你的上衣有一點太大件了 全色的顏色搭配也看不出一個明顯的邏輯 你褲子的輪廓跟上衣搭起來 也不是很和諧 可以換成紙筒的卡錫褲或者西裝褲 我覺得造型感都會更自然一點 至於配色的部分 非常推薦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一集 專門為新手做的顏色搭配影片 那其實NICO M的官網 它在商品頁面 一樣有類似Style Hint的電源穿搭 對於這個階段的新手 我比較不傾向去給太特定的穿搭建議 而是希望你多去接觸 然後從這些穿搭示範裡面提取靈感 來去慢慢培養你的審美 等你的穿搭提升之後 如果還有更特定的問題 也歡迎回來我們這邊投稿 好的 再來下一個投稿 是來自我朋友Frank 他的身高體重是17473 上傳了一張非常有日系感的照片 那他本人其實也有在經營自己的IG 如果大家喜歡他的造型 我會把他的IG附在這裡 那這套穿搭明顯就是一個寬鬆街頭 比較偏City Boy感的造型 整體的比例我覺得是很和諧 而且照片的顏色也很有質感 那有個小細節我自己非常的喜歡 就是他的格紋襯衫還有墨鏡 都是選用藍色 做出了一個顏色的呼應 另外看得出來 Frank他的身型算是比較壯一點的 所以就算穿這種寬鬆造型的衣服 他的身型也可以把這些衣服的輪廓給撐起來 那他在穿搭上的疑問是 疑惑最近為什麼阿公褲很流行 然後怎麼搭比較不會腿短 那我猜他講的阿公褲 應該是現在很流行的那種六七分褲啦 尤其今年夏天那種過西牛仔短褲 真的非常的流行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果你要穿這種六七分褲 那就完全不要往顯高的方向去想了 他一定是一個造型感大於比例的單品 那這邊附上一張我之前去GQ潮的文化季 就是穿這種六七分褲的照片 那要駕馭這種褲子我覺得有兩個重點 首先就是你的上衣可以選擇紮進去 或是本身就比較短板的衣長 再來就是搭配高桶一點長襪還有後底鞋 讓你的小腿那邊的比例比較不會那麼尷尬 這些細節有做到的話 我覺得整體的比例都不會差到哪裡去 OK 再來下一份投稿呢 也是我覺得非常好看的範例 他的名字叫做Z 身高170 體重60 這次他上傳的三張照片我覺得都非常好看 那這邊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下喔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上一次我發的穿搭投稿第一集 裡面有分成新手組還有穿搭高手組 那很剛好的 上一次選出來的穿搭高手都是身高比較高 可能175 180以上的 後來我去看留言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觀眾說 這些人穿的好看還不是靠身高 你不能看人家帥就說人家靠臉 然後人家長的高就說別人靠身高嘛 長的帥長的高一定在各個方面都很有優勢 但如果今天他只穿一件吊嘎穿一個藍白拖 你覺得我會把它放在穿搭高手組嗎 像今天的投稿第二集就有很多高手 他都是身材身高比較一般般 但是人家有抓到自己的風格還有比例 穿出來的效果其實也不比那些180的人差呀 我只能說你的關注點在哪 你的世界就會長什麼樣子 如果你是想要找理由的話 那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變成你的阻礙 好啦我們重新回到穿搭上 首先第一套穿搭我個人覺得非常好看 我完全挑不出毛病 再來第二套穿搭 我覺得因為上半身的格紋襯衫 讓這一套比較偏日系休閒一點 那你腳上那雙黑色的Air Force One其實就可以換一下 黑鞋的話像是Clark's Wallaby 或者Hoka的Clifton Bondi都是不錯的選擇 有條件的話這套穿搭也可以多加一個脫特包 再來第三套穿搭這一套也是非常的好看 我基本上挑不出毛病 那看得出來這位老哥是一雙鞋打天下 腳上還是同一雙Air Force One 那這三張照片除了穿搭之外 大家也可以跟這位觀眾學一下拍照的pose 看起來是非常的自然愜意 OK才剛講完身高 好接下來最後一個投稿 我們就來看一個身高比較高的穿搭 這位觀眾叫做羊羊 身高181體重72 那三張照片分別是美式復古 滑板街頭跟日系寬鬆的造型 這三個風格我覺得這位觀眾都駕馭的非常好 像是第一套穿搭我覺得就非常的好看 這套穿搭挑選的深藍色毛衣還有卡其褲 都是美式復古裡面很常見的單品 在上半身的部分 可以從林口看到內搭的襯衫 跟帽子的藍色做出一個點綴 然後我們仔細看喔 他的皮鞋是選用這種深棕色的帆船鞋 跟黑色我們常見的德比鞋或樂福鞋 看起來就會更有休閒的感覺 那剛才我們有講到嘛 身高確實在穿搭上會是一個優勢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高的人他穿衣服就看起來特別好看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頭身比 因為像現在的主流神美 比如說我們看國外的很多model 他們都會有一個很好的頭身比 就是頭小小的然後身體比較修長 通常身高高的人 他自然頭身比的比例會比較好看 那另外有一些人 你在網路上看到他們的穿搭照 或是身材比例看起來都很好 但實際介紹本人沒有那麼高 很多時候就是頭身比造成的錯覺 反正一句話就是臉小失香啦 再來第二套穿搭是滑板街頭的造型 首先有注意到的是 他這套穿搭就換成帶影眼了 這一點雖然是一個小細節 但整體造型影響非常的大 像我們看到第一套的眼鏡 其實就跟整體的美式復古感還蠻搭配的 這套的造型非常和諧 而且他的配件是選用了滑板常見的後背包 我覺得也是很合理的 這套穿搭他襯衫的長度是夠的 不過日系寬鬆感 可以再挑選胸寬肩寬大一點的版型 只是這張照片他的走路抓拍感 看起來比較生硬一點 所以這裡給大家一個拍照的小技巧 就是你在做這種抓拍感的造型啊 偶爾其實可以低頭一下 或是看一下左邊右邊 假裝自己要過馬路 看一下左右來車這種感覺 像在拍照的時候 比起照片這樣死丁的前方 通常拍起來會更自然一點 好 那在穿搭投稿的最後 想問大家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這兩集的穿搭投稿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出現的投稿數 其實不算很多 因為每一個投稿 我都會認真的想很多的回覆 給大家更有系統的資訊 但相對來說 這麼做的缺點 就是每一集的穿搭影片 出現的投稿數都不會太多 不知道大家會喜歡這種 比較有深度的穿搭投稿review 還是想要每一集多看一點穿搭呢 非常希望看到這裡的大家 可以在下面留個言 讓我知道你的想法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左上角可以找我來IG喔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掰 我們就請給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